那這一期信義區的這個某一老人機構 那麼有感染的狀況 第一個報告就是說 他是因為機構內的一名工作人員 在5月10號有到這個萬華有關相關的接觸史 那這個經採檢的結果 他的PCR結果是陽性確診 那陽性確診之後呢 陸陸續續我們在23號跟24號 有兩位長輩生已不適 那PCR確診之後呢 我們昨天晚上馬上漏夜 啟動了這個院內的25位住民 跟9位工作人員的快篩 那深夜快篩結果呢 都呈陽性 那快篩結果陽性之後呢 我們在今天中午的1點半 已經完成了全院的減傷 才分散分批 分症狀的方式後送醫院 那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我們把層級分成4個層級 那病情比較嚴重的 我們一律就是送這個教學醫院 那病情稍微輕微的呢 我們就送去醫院 那另外一部分是屬於第四級 那這個部分呢 這個情形 尚待可以那還要再觀察 以上 在屬於第四級的 這時 有什麼 我剛剛看見 在屬於第四級的 這個位置 在屬於第四級的 在屬於第四級的 在屬於第四級的